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中听语音 今天是八月末的一天,暑假即将结束了 我希望你们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的语音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录制语音 我叫Kas 什么北Kas 是一个在法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中国人 我在学法语的时候 觉得学习一门语言 最好的方法是多听、多讲 给自己建立一个语言环境 听语音是个非常有效的学习语言的方式 但问题是 我们经常听到的内容不是有趣的内容 因为这些语音不是给语言的学习者听的 内容也不是为语言学习者安排的 我想做的是 录制给学中文的学习者听的语音 在我的语言的语言 听不懂是很正常的 要多听几遍 才可以理解我说的内容 或者一部分内容 如果你在理解方面有困难 你可以使用文本 文本是语音内容的文字 你只要到我的网站 apprendrelechinois.com 就可以下载文本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 关于亚马逊与林的 我昨天看法国二台的电视新闻 法国二台就是Francet 中文翻译是法国电视二台 简称法国二台 电视台意思是 La chaîne de télévision 中文叫电视台 新闻的意思是 新进发生的事情 一般来说 报纸和电视台 每天发布的消息 都是新闻 昨天法国二台播放了一个新闻 巴西最大的城市 圣保罗 Sau-Poulos 巴西是Brasil 中文叫巴西 昨天下午 昨天下午的时候 圣保罗 Sau-Poulos 的天空像夜晚一样 黑了下来 句子里的像什么一样 是个用来比较的句子 圣保罗下午的天空 突然黑了下来 为了说明黑的程度 可以用比较的句子 下午的天空 黑得像夜晚一样 那么我们就知道 圣保罗的天空 在下午突然黑了 肯定是有原因的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一层厚厚的烟雾 笼罩了整个城市 这层烟雾来自亚马逊雨林 因为亚马逊雨林起火了 而且已经被烧了三个星期了 大火每天在减少亚马逊雨林树木的数量 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大火的进展 大家都希望这场大火快快的被熄灭 为什么亚马逊雨林的大火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呢 我们先来看看 什么是亚马逊雨林 雨林的意思是 下雨量很多的森林 亚马逊是 阿玛逊尼的中文译音 Laforet Amazonia 中文的意思是 亚马逊雨林 亚马逊雨林 被称为地球之肺 肺是肺部的意思 是人用来呼吸的身体器官 人的呼吸是靠肺来完成的 没有了肺 我们就不能呼吸 我们可以想象 不能呼吸 生命就会停止 肺的功能是很重要的 地球之肺 意思是地球的肺 亚马逊雨林是地球的肺 就是说 地球靠亚马逊雨林来呼吸 亚马逊雨林 亚马逊雨林占地700万平方公里 几乎和巴西一样大 亚马逊雨林占世界雨林面积的一半 占世界森林面积的20% 是世界最大 植物和生物种类最多的热带雨林 亚马逊雨林的环境变化 是和人类的活动有关的 因为砍伐树木的增多 亚马逊雨林的面积每年都在减少 砍伐树木是我们人类的行为 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不同的是 人类活动是我们人类自己做的事情 人类的活动包括经济的 政治的 以及任何行为 我们知道亚马逊雨林 对人类在地球生存的重要性 可是对它的破坏 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就好像吸烟 我们都知道吸烟对健康有害 但还是有很多人在吸烟 这场大火会什么时候停止 我们还不知道 根据环境保护的专业人士说 引起这场大火的原因是 人类砍了太多的树 为什么会砍那么多的树 因为卖木材可以赚钱 也许钱才是让亚马逊雨林 受到破坏的原因吧 好了 今天的语音到这里结束了 我希望你们喜欢 别忘了 多听是可以提高你的中文水平的 谢谢你们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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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